IronCat 手工電腦的老闆阿元 大家好,我是IronCat 手工電腦的老闆阿元 我們公司開啟了三年左右 剛剛在疫症開始那段時間開啟 我們公司跟其他外面組裝機有什麼不同呢? 一句說完,其他組裝機是像超級市場那樣 一般香港人習慣組裝機的方式 就是摸著名單,然後直接去買 我比以為是買菜那樣 買菜的特點是什麼呢? 就是煮出來好不好吃呢? 其實要煮出來才知道 很多時候,因為名單一開始不夠嚴格 之後就有很多隱性的問題出現 很多時候香港人自己研究寫名單 或者是朋友介紹 或者去到老場讓一些賣員發落 朋友寫名單給你可能一知半解 售賣員可能會被清貨、當水機斬 到最後,要麼你本身很懂電腦 你肯定不會被騙 如果你是一知半解 或者沒有什麼電腦知識 其實很難買到一部電腦是好用的 我們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把電腦當作服務賣給客人 他不是買一堆零件的組合 而是整部電腦賣 什麼叫整部電腦買呢? 整部電腦有問題有什麼事? 就是我們整部電腦包辦 意思就是由一開始簡件開始 直到客人拿回去用 售後、所有保養的東西 都是由我們公司一手包辦 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在香港買電腦 這個模式通常不是這樣的 舉個例子,如果你買了電腦回去 如果你的電腦出了什麼問題 你就找回本身的店 你會說我的電腦出了事 理論上,你買回它的件 全部都有保養 但問題是你首先要知道 你究竟是哪一件件壞 如果你本身沒有電腦知識 或者身邊沒有朋友懂得靜 其實你是沒辦法知道 你壞是哪一件件的 這時候你只可以拿回本身的店 如果它很幸運的話 它是會幫你檢查的 但這不是很恐慌的 即是說,如果你的店舖 本身不肯幫你檢查 其實你即是要付錢 不找人幫你檢查 那裡已經要花一段錢 到你知道壞了哪件件之後 你就要再拿回壞件件 自己拿回代理 然後要經過代理的正式途徑 去幫你補修 這個補修期 快則是兩、三個星期 慢則可以到四至六個月 這段時間 整段時間你的電腦其實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做法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公司的保養 真的包含檢查和維修人工 通常95%的個案 我們都可以即日搞定 說到簡件那部分 我經常覺得我們是手頭門 甚麼是手頭門呢 就是在選擇零件的步驟 做得好 這部機器出問題的機會就少了 在香港大部分的店鋪 都要看代理給甚麼貨 他們就買甚麼貨 正是因為這件事 永遠都會有一堆 沒有人想要的貨 或者一些沒那麼容易出的貨 我們造成聖貨 一般店鋪的做法就是 通常會找些最不懂電腦的人 這堆貨就推給他們 那為甚麼香港老廠出名 會被人斬水魚呢 就是你找這些 但反過來想 其實他們都沒有辦法 因為代理要他們吃那些貨 如果他們不走 便會虧錢 所以如果你是交給外面的砌機公司 去幫你簡件的話 永遠他都不會給到 最適合你的部件給你 我們營運的分別就是 我們略過了香港代理 我們很多時候 直接在同外地廠拿貨 當然我們的保養條件 已經跟他們一樣了 那便變成我不用受代理限制 要給誰見過我 何時有何時沒有 我就純粹站在一個很簡單的角度 事情耐用抵用 會壞 在這方面 我們跟客戶的利益是一致的 你又不想沒有機有事 我們又不想幫你製造機 在選件方面 客戶可以對我們有絕對的信心 光顧我們的客戶 從買之前到買之後 一直保持跟我們有緊密的關係 我們有18小時的WhatsApp客戶 通常客戶有甚麼事 在WhatsApp找我們 幾分鐘內都會有人拍到 我們夥計對每一部出品的機器都很緊張 我們不像其他店鋪 因為客戶有點濕碎的問題 就不理會他 或者叫他自己搞定 我們的原則是 但是這部機器有沒有事 是由客戶決定 而不是由客戶決定 雖然有很多情況之下 可能是客戶的軟件有問題 或者使用方式有問題 但這些都是我們補修範圍的一部分 我們職員會很有耐性地解答客戶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順心這麼說 從我們出品的每一部機器 從一開始到現在 每一部機器在這一刻都是運作正常 那我就希望可以改變香港人 電腦消費的模式 由什麼都要自己執生 去到給了錢之後就不用擔心太多